在千多二千年之前 有一個人叫漢武帝 他很喜歡有樂器 當時他找了一個師傅來做這件樂器 但不叫中軟 叫做琵琶 過了沒多久 我們有一個高人出現 就叫阮咸 阮咸彈這個樂器是很厲害的 所以當時所有人 就把這個樂器用了它的名字 就叫做阮咸 我們不如一起聽聽阮咸叔叔 當時會聽 彈什麼樂曲 好了 我們過千多二千年之後 這個樂器就經歷了無數的發展和改革 就變了很多人都很厲害了 彈這個樂器 接著我們就統稱叫做中軟 你就見到現在就定型了 四條弦 但就有24個版 好 我們不如聽聽中軟改革完之後 有什麼樂曲聽聽 來看看 是不是厲害了很多呢 我們除了中軟之外 還有小軟、中軟、大軟 那麼多不同的選擇 只不過我們學琴 多數都是學中軟的 好了 我們又過了二十幾年 之後呢 近期的作曲家 就越來越厲害了 作一些樂曲 都越來越難了 我們用了很多新的不同技巧 左手又會快很多 我們不如一起聽聽 近這二十多年的作曲家 作的樂曲吧 中軟感 中軟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